好,这节课我们继续来进行实战环节的学习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引入了reactor router dome这个第三方模块 实现了我们的路由功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router router代表的是一个路由 而router代表的是一个一个的路由规则 好,当你访问根路径的时候它就渲染home 当你访问detail路径的时候它就渲染detail 这叫做一个个的路由规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换一种形式来对这个路由规则进行升级 首先我们在src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pages 建名之一pages指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有多少个页面 这里面我建两个文件夹 第一个叫做home 它指的是我有一个页面是home 我再去创建一个文件夹叫做detail 好,然后我在home这个文件夹下创建一个文件叫做index.js 它呢,它呢,是一个react的组件 import react from react 当然呢,这里呢,你要写一个component class home extends component render 我们让它渲染的内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内容 就是一个div home ok 别忘了最后你要export default home出去 好,复制这个文件我们保存,然后呢,关闭 在detail这个文件夹下,我再创建一个文件,叫做index.js 我把它呢,粘贴过来,这块改个名字叫做detail 好,这样的话,我就有了两个组件 一个是home组件,一个是detail下面的这个组件 我希望呀,当你访问根路径的时候,显示的是home这个组件 当你访问detail页面的时候,显示的是detail这个组件 那怎么做呢? 首先在这里,我要把这两个组件引入进来 import home from 当前幕下的pages下面的 home ok import detail from 当前幕下的pages下面的detail这个文录 那么,其实下面的代码非常容易写 我把这个render函数干掉 当你访问根路径的时候,我需要使用一个组件了 所以我在这写component 你要使用哪个组件呢?使用home这个组件 这么来写就ok了 好,当你访问detail这个路径的时候,我也写一个component 它等于哪个组件? 它等于detail这个组件 写完代码,保存,我们到页面上看一下 刷新 当你访问根路径的时候,home显示出来了 当你访问detail的时候,detail就显示出来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实现首页这个页面上的各个部分的布局了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home这个组件 在这里面,我们来实现home对应的功能就可以 现在它渲染的是一个home最简单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啊,首先它应该是一个960像素居中的一个效果 那怎么办?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 在home这个目录下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stail.gs 很显然它里面要写我的样式 import stail from stail components 大家还记得这个组件吗? 好,接着我们定一个consthomewrapper等于stail的点div 我们跟这样的一个多行周串 一个div标签,它的y字应该是960px 然后margin上下左右 让它居中 上下为0,左右居中 然后height我给它一个300px background,给它一个red OK,这样的话我们定义了一个homewrapper这样的样式组件 那在home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可以引入这个样式组件 import homewrapper from当前录下的stail这个文件 好,紧接着 我们用homewrapper替换掉这个div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刷新 它说stail does not contain 好,错在哪呢? 错在这里 我们这个组件没有导出出去 所以export把它导出出去 再回来 大家看home就显示成这个样子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 那我们继续来看 home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左边这个部分是640像素 右边这个部分是240像素 所以我们继续来写 两个样式组件 home left和一个home right 这个样式之前我写过 所以我就直接来写了 y字是625px 它有一个margin left 15px 还有一个padding top 30px 用于一个站位 好了 然后呢 它不需要margin 它需要一个float left 好 上面这个height和background 我给它去掉 在上面 我们就要加一个overflow height 因为涉及到左浮动 右浮动了 我们需要让它的附近元素 bfc被触发出来 所以通过overflow hidden 它的bfc会被触发 那么它会感知到 下面的这个left和right的高度 好 right呢 它的y字是240px 然后float right就行了 保存 我们把home left和home right 引入一下 然后我们这么去写 home wrapper里面 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home left 一个是home right 这里我可以写一个left right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看一下 在这可以看到left right 就这样的两个区域 我们已经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功能 在这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banner图 那我们怎么做呢 在home left里面 我们可以写一个image标签 src等于图片的地址 图片的地址呢 我们去从这个知乎上拿一下 它的地址是这个地址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到这里来粘贴 看一下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好 保存 回到我们的网页上 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你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非常的大 所以呢 它有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知乎上这张图的大小 它是625x270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给这个image标签 加一个classname 让它等于 banner-image 然后在我们的样式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样式里面 我们可以在left里面去写一个 点banner image 让它的y字是625px 高度呢 高度呢是240px 保存 再回到页面 大家来看 好 这块呢 高度可能有点问题 它是270啊 所以我们调整一下270 好 首页的这个图片 我们就显示出来了 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做 我们看首页啊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该想想 它应该有多少个组件组成了 我们说一个页面 如果过为庞大的时候 你把所有的代码都写在 我们的这个index.js 也就是home下面的index.js里面 如果你把所有的内容都写在这 这个内容会非常的多 那前端组件化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希望把一个大的页面 拆成一个个小的部分 每个部分呢 都是一个组件 组件自己来维护自己的内容 和自己对应的一些交互 我们看首页可以分为几个组件 首先这个区块 专题这个区块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拆成一个组件 因为它呢 就是页面上的一个独立的部分 那下面这个列表 我们也可以拆成一个组件 再往右看 这块有个推荐区域 也是一个组件 好 下面的这个推荐作者 也是一个组件 那比如说这个 下载简术手机APP这块 可不可以是一个组件 也完全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图片 可不可以是一个组件呢 也可以 但是图片 它就是这么一个emage标签 你如果啊 非得把这个emage标签 拆成一个组件呢 反而使代码变得复杂了 所以呢 关于组件的拆分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力度啊 需要我们掌握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创建这几个组件 怎么创建 在home目录下 我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呢 叫做components 也就是home下面的小的组件 这里面呢 我要创建几个组件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有这个 专题叫topic 组件呢 我们大写gs 然后呢 还会有下面的这个列表 list.gs 右侧呢 还会有一个recommend .js 推荐 它右侧还会有一个writer .js 这四个呢 都是小组件 然后我们把这个内容 给填充上啊 打开detail 我们复制index.js 这个模板 然后到topic.js里面 我们粘贴 把这个名字 改成topic 内容是topic 保存 然后把这段代码呢 我们复制 再粘贴到list里面 这个组件叫做list OK 保存 我们再复制 到recommend里面 这块 我们起名叫做recommend OK 好 再复制 我们到writer这 把writer填充成 writer OK 这样的话 我们四个小组件 也就创建好了 接着干什么呢 我们说 在这个home组件里面 我们要去引入这四个小组件 进行显示了 所以呢 我要这么去引 import 叫import topic from当前目录下的component 我们看有没有scomponent 下面的topic ok 复制 三份 好 分别 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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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ommend 以及writer 然后我们在这个jsx里面 去使用这几个组件就可以了 首先在这儿 我写一个topic 然后topic下面是list 右侧部分呢 说要先有这个recommend 再有这个writer 保存一下 我们到页面下 大家来看 topic list recommend writer 都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呢 也对首页的这个组件的结构 进行了一个拆分 但是实际上 大家可以再拆分一个组件 就是下载减书手机app这个组件 把它呢 放在右侧这个区域里 都是可以的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这么多 大家